你帮我看看,这样婆婆给的这银银,关门的确费 我先上手看看,这是婆婆给的 对,你给我看看 还有龙,还有大头 你还别说,你婆婆放的东西都不错 北洋龙,一眼开门,老货 东西都可以 这个还是九年金发 不过这个,壁面有彩,但是有点小滑丝 法丝也一般,九年金发,非常漂亮 这个是八年的,这个八年的状态非常好,老彩 壁面也没伤,结上点 这俩是小头 你婆婆给你的银元,要换学费 啥情况这是 咱老公在外地上班的,没有在家 他之前专购了一万多块钱 也没有说是干啥的,我想说给我的是六花钱的 然后我都去买了一个锦手术 新手术,就是手上带的 是的,我就买了个锦手术 那不错呀 我前几天,我不是给他打电话吗 我说,这小孩的学费 你不得给我吗 然后他说,前一段不给你打过一流了 我一想怀态了 我没有干给他说,我买手术了 哦,我明白了 意思就是前一段时间 你老公给你转的这个学费 当时没跟你说 你以为是零花钱 然后买成黄金手术了 是嘞 哦,现在要学费呢 哈哈哈哈 那都是学费 我这张呢,我不敢给他坑上 这个是什么,是我当时死完二的时候 我婆婆给的 给的说,这一会儿 就是穿下去,越放越直前 那是,那是,这些都是老银员 隔谁家里都是穿家宝 对啊,我这想着,我不带小车统一卖了 然后,看他们不能 那儿的学费吗 明白了,明白了 你一次把这些银员卖了 把那个窟窿给补上 对,银员上这儿死了一学 有,你学费的 反正一学期得一万多万年 我的天哪 一个学期一万多可不少呀 哎呀,一个学期 那你这个,当时你婆婆给你银员的时候咋说呢 这是给小孩留的 哎呀,就是给小孩呀 因为这个是穿家宝 不管他值多少钱吧 是吧,你要是出手这个 一般啊,是不是要跟那个 你老公商量一下 你不然的话,到时候 要这个 穿家宝银员呢,想看看呢 没了,那咋呢 你就到时候再说吧 我现在我也不敢给他收 买这东西了 对不对 他锁了,那该省起了 那你不行 把那个,这个手镯 你先卖了呀 那我不能卖 我好朋友买的这 我卖了,咋呢 买啥,我也不能卖 我的紧手镯啊,才卖的 哦,那反正就是先把银员出手了 对 那行,我先给你估估价 你看够不够 好不好 这两块小头呢 价格呢,也不是太高 我看好在壁面上没啥伤 这一块也就七八百块钱 嗯 然后,这个大头 这个八年 说实话 是非常少的 你想想 就总共就六块银员 里面能有八年的大头 品项还这么好 很难得 嗯 这个,这个大,八年的大头啊 好几千块 一块 好几千 四五千 没问题 嗯 那这也总 但是这个就不行了 这个是九年的 虽然是金发 但是 咋说呀 它有,上面稍微有点叉丝 这也就一千多块钱 那你再看那俩 嗯 嗯 这俩龙呢 也是非常少见的 北洋龙嘛 壁面上也没啥伤 也是老包姜 这这一块呢 也能给个三千五 一块三千五 哎 那总共下来款这也就一万多块钱 那这够了 够了 够了够了 确定要出手了 你肯定那褚褚子不褚褚子 这是盔甲大 结实哎 结实不了了 那行那行 那我就下面就给你好好算一算 行吧 好好好 好嘞